一搓一游,一罐一扎 一条条以传统古法制作的 黄浦广式腊尾就呈现了在大家的眼前 它就被吸引过来了 就看一下是怎样的 你看着那种制作过程会吃得更放心 它那只手要全部刚刚好 从那个扭斗是要密封才行 如果不是你有扭少许位置 它就全部在那个位置那里 就全部留回去外面 而不是说进去那个腸衣那个位置里面 腊尾师傅炉火纯清的手法 蜜同刚油并制的制作力度 令现场观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专家连声称赞 他们都纷纷为这些传统美食的传承 同发扬坚言献策 可以两条腿走路 一个我们可以用手工作坊 做一些完全手工的 一个可以工业化生产大规模的 就是尽可能捷径我们手工的古法 作为黄浦传承百年的非维文化 黄浦纳美不止是得纳油纳肠 在活动现场的一个展位上面 展出了五六十个品种 一众纳美制作的传承人 还将一些已经色微的品种 带到去展会那里 让街坊可以一次过品尝 黄浦纳美的百年风味 非维来说不是只是经济的效果 而是要保留一些文化性的东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要 提高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见度 保护与传承 还在创新中发展 黄浦的纳美制作传承人 正潜心在传承中创新 这些过去辉力厚时制作的南美煲仔饭 也赶上了预制菜的时代潮流 我们也带了一些自煲仔饭 方便大家去到户外、旅游 或者露营的时候 就不需要加热的 就是拿个开水就能煮得到的 黄浦南美有140多年历史 年产量20多万吨 产值达到37亿元 带动了上下游产业产值超过100亿元 在广式南美市场占有率 连续10年居全国第一 优优独播剧场——EU BROWN 广度 開始 感谢观看